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装一携 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凡素 春雨 三D话新闻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综合谈 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 在香港直播的三D话新闻 大家好我是凡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春雨今天身体好了 好些 好些了 好些了 这个不容易带病工作 我们今天要聊聊这个足球 这个我打算少说点话 老爷们 你多说点 说实话 我首先得承认我不是一个球迷 对很谦虚你 对所以我没有办法理解 这次中国足球改革对球迷的意义 我只能以一个 对我来说足球还停留在一个 我需要锻炼的时候 可能去操场跑两圈 因为我踢球的技术实在是很烂 所以对我来说 我就没有办法就是那么激动或神圣的来看待 或者那么郑重的来看待中国足球的这次改革 所以我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来说 我的最直观的感受是足球改革能给民生带来什么 会不会 给民生带来什么呢 你研究了一下 我觉得足球嘛 最最初的意义可能跟我的感受一样 是给大家增强这个身体锻炼的这么一个机会和途径 让大家增强身体的促制 所以我觉得足球改革 它应该朝着全民健身的方向去改 而不是真正的说 朝着什么时候办世界杯 什么时候拿世界冠军的这个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 的确对球迷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 如果中国足球拿了世界杯的冠军 或者中国办了世界杯 那可能对全民族来说都是一种非常自豪的感觉 可是对民生真的有帮助吗 然后我看到这个足球改革的领域里面 它有几项 第一项就是要求要建这个足校 然后我当时就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说如果你建了足校 你确定是帮了这些孩子 帮了中国足球 还是害了这些孩子吗 因为在中国存在一个很严重的现象 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的家长 他们会认为 比如说你让孩子去专门学足球的时候 会认为学文化课是没用的 甚至是学校里 在你真的办了足校之后 学生进了足校 肯定他们对文化课的这个教育是非常不重视的 所以这个孩子就只会足球这一项技能 那假如有一天 他没有走上职业足球这个道路 那这个孩子 他用了 他要怎么谋生呢 他可能除了踢足球之外 没有其他的谋生手段 以后都是国家战略了 你会球 你基本上去哪都成 但问题是足球真的应该提升到国家战略 这个层面上来说吗 他现在已经提升到国家战略了 讨论这个已经没意义了 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 人家已经把他 那凡事我问一下 你愿意你的孩子将来送到足校去踢足球吗 他如果真的是热爱 而且我发现他确实是有天分 为什么不可以呢 但是你觉得足校这个方式真的是好吗 因为我在国外 其实很多时候 这个小朋友是送到这个青少年的俱乐部 他们在正常进行正常的文化科教育 然后在其他的时间 再去少年的足球俱乐部来做一个训练 然后逐渐再培养他走一个职业化的道路 就是关键的你得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 你不光是硬件说我给你干了几个球场 然后你学校里面你教什么学什么 你以后的路怎么发展 就至少得让人家看得清前面 他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发展道路 而不是说我把你一扔进去 我就听过很多也不是很多 我们同事他就有亲戚 他说我我就老爷在老家 在那个天际那边 他们就是足球教练 他吧 他是为好几个远房的亲戚 就是因为成绩不好 因为这个舅老爷 他是教足球的 就把那几个表哥什么的 就让跟着舅老爷去踢球 但是你发现吧 就踢着踢着 以前可能就是年轻的时候 是身体好 本钱好 但是等人家慢慢的这个身体 差不多也该到了退役的年纪 退役之后不知道该干嘛 这可能他就是一个问题 你发现退役之后 也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岗位留给这些运动员 你别说足球运动员 你只有奥运冠军 你都面对这个问题 所以啊 但是现在国家战略可能不见得会这样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运动 就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 这是习大的亲自拍板 必须得这么干 他要怎么干吧 就是我打算跟大家这个简单的分享分享 让大家对咱们中国足球的未来 要重新树立信心 他有一个目标 要三步走 要理顺现在的管理体制 制定中长期的规划 创新中国特色的足球管理模式 然后呢 这个是进气的 你听到这句话 你就会觉得这话 不知道该说 不知道说什么 其实不太明白 什么叫做中国式的 中国特色的 比如说在足协设立党委 这是中国特色吧 他脱离总局 对 但是在地方足协还有党委 你不觉得这个 说实话 如果你真的是想把这个足球 让他脱离这种体制化 让真正的市场化 来决定中国足球未来的走向 那你觉得党委这个东西 在足协里设立有帮助吗 你还别说腾讯啊百度啊 人家都有党支部呢 党委这个东西 你看你怎么用了 就他不见得 他就会怎么着 但是好像我们 我们这儿没有党支部 香港不一样嘛 你再看下面的 这个 他还有近期中期的 比如说呢 要青少年足球人口 要让他大幅增加 还要呢 说这个职业联赛的组织和竞赛水平 要达到世界一流 然后呢 叫中期目标呢 就是男足要继身亚洲前列 女足呢 要返回世界一流 这个体制改革呢 首先就是足协的改革 要改变他的组织架构啊 和总局脱购啊 不设行政级别啊 而接下来就是足球职业化的改革 这个就更长远了 说要一百年打造这个百年俱乐部 还有什么公检法 要合作反甲球 就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足球里面老是闹腐败 就是不之前不抓了 黑哨 什么好久之前了 还有什么人才体系 基本上就是说 要这个基层去普及 建几万个足球学校之类的是吧 所以我看环球时报 他们就引用外媒的那些报道 说中国民间藏了七千个 媒西之类的 然后你就发现 这才是中国特色 接下来就来了 像河南洛阳景华路试验小学 在前天 他们就开始练习 老师自编的足球操了 网上好多好多照片呢 就手里抱了一球 我看到有的小学生 表情也挺为难的 可能人家很讨厌足球 但老师规定了 非得要练 没办法 因为有些人可能真的不喜欢踢足球 但是你 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教育体制 是一个平均的教育体制 它让不喜欢踢足球的人 去踢足球 让真正喜欢去踢足球的人 可能还是说 踢不远 对 踢不了那么的职业化 他们还是让他 你要先把这个素质教育 弄好了之后 再去踢足球 所以哈 就是有 韩国有人 在微博上就吐槽 说贵国这么个改革法 我就放心了 你发现 他很多时候吧 他反应快也快 你像这个北京校园足球方案 他也要出台了 就是小学每个礼拜呢 都会有一节足球课 这是不是意思说 体育课之外呢 你还要专门去学 学足球 那如果我 我倒回到十几年前 二十年前 我上小学的时候 还要上一届足球 给我有没有搞错 我根本就很讨厌足球 根本要让我去练足球 其实 我说我的经历吧 因为你像这个足球课 很多学校 他高中或者是大学的时候 我还看了 我还看了那个报纸上写 他们就看那个教材 就分初级 中级 什么高级 就是你初级 你要学什么技术 中级学什么技术 你觉得是怎么回事吗 是这样子 外国的那些小孩 是怎么练球的吗 外国不是 但是国内是这样的 我以为我大学的 学球课是足球 我们这个体育课 没有别的可以选 就只有足球 所以我刚才就想说 其实我的这个 我觉得最合理的 一个方式就是 你真的把这个 学球课多样化 你强调学生 是必须选体育课 我觉得这个是 没有可以争议的 因为毕竟是强身健体 现在学生都懒了 也不愿意出去 你不让他强制的 做点运动 对他们也不好 那单身问题是 你可以把这个东西 丰富化 比如说你不要让男生 只有足球一项可以选 女生想选足球 都选不了 他只能选健美操啊 对啊 乒乓球之类的 你看着这些照片 你都觉得 这个揣摩上一拍马屁的 拍的也太快了吧 他就是为了 为了给拍个照 然后上网 让大家看到 你看我们 立马就响应上级号召 对而且你看 他这次的改革方案 有一个是要加大 这个足球场的建设力度 要在多少个地区 新建多少个足球场 在年内达到多少一个的覆盖率 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其实中国的足球场 尤其是学校的 不是不多 但是利用率不高 为什么 因为很多时候 学校不让你去用足球场 你还得申请啊 什么报批啊 一想到我踢个球 你这么多手续就算了 我不提了 我给别的去 很多时候足球场建在那儿 只是为了应付说 我要这个学校 要凭什么样的等级 设施必须要达标 然后我才建一个足球场 但实际上使用率呢 高不高 真的不高 第一是老师可能更多的 尤其是在高中这个阶段 初高中这个阶段 大家更多的是 投入在应试的教育上 而不是让你去 真正的享受 客余的生活 让你去踢足球 体育课也就是装装样子 很多时候 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啊 当然我之前网友也吐槽 说我们那是个小地方 没见过世面 确实我只是讲我的亲身经历 不代表这个全山东省 是那样子的 就是我们经常会取消体育课 然后来上文化课 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对啊 我们体育课都是被数学语文 英语老师轮流霸占的 对就是你该补课了 好这节体育课不上了 大家补课 其实我们是真心想上体育课的 尤其是在那个时候 我们那个足球场是草坪铺的 是真草 然后但是为了保护草坪的目的 男生只能打乒乓球 或者是打篮球 不能去踢足球 所以这个草坪就是 就是相当于是 只是一个放在那好看 让大家觉得 我们学校真阔气 有真草的草坪 好这个是过去式 你现在三月十六号之后 可能面貌要发生大改变 不过呢 可能关于中国足球 尤其是男足 大家还是有一些印象 非常深刻的一些失败和惨痛 那在中国足球的这个解说史上 我们等会要听到的这条 也是非常著名的 刘建宏的六大问题 是在2001年的时候 当时国足输了一场非常重要的比赛 他呢在电视上说了这么一番话 可能也可以把我刚才 就是咱我们跟跟春雨吐槽的那些 似乎觉得在中国足球发展不起来的那些 那些毛病啊 他给你概括的非常好 我们来听一下 当时建宏老师是怎么说的 为什么输球的总是我们 可能我们大家老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 其实在这呢 我倒想问电视机前的朋友 甚至是如果不在电视机前 你将来有机会的话 你能够去转告 我也请你转告给身边的朋友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家长 你会让你自己的孩子踢球吗 如果你是一个班主任 你会支持你班上的孩子们 成立个小球队去踢球吗 如果你是一个校长 你的学校里面有足球队吗 如果你是一个市长 你知道你的城市里面有多少足球场吗 如果你是一个房地产商人 你是不是只知道盖楼 而不知道给这个小区留下一片足球场 总之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知道 中国足球上不去 不是因为这11个人不努力 是因为我们所有人 可以说是所有人 都没有把自己该做的工作做好 他说的对吗 你觉得 其实我不太赞同 但是他有一点 我觉得是说的对的 就是中国足球之所以上不去 肯定这个是跟全民因素有关 但是他前面那个六个问题 我觉得他的出发 也就是大家都认为足球 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们应该 世界第一大运动 他也确实是重要的 放很多精力在足球上 所以他才有这样的六个问题 假设如果你不是出于这样一个目的 你问一个市长 你们是有多少个足球场 你觉得他应该关心这个问题吗 他可能关心乒乓球 比关心这个多 应该说 我觉得对于一个市长来说 他更多的应该是关心民生 那这个可能是体育总局的局长 或者地方体育局的局长 来关心的问题 这次呢 当然下了这个文件 可能市长就该关心了 好 这个刚才我们听了是刘静宏 在2011年的时候 在一场体育比赛结束之后 说的这个问题 那这次改革方案出炉的时候呢 刘静宏已经离开央视了 他现在乐视体育当这个首席内容官 那我们也昨天 今天早上采访到他 来听听他对于现在 最新出来的这样一份 国家战略的足球改革方案 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觉得这份改革方案出炉了 中国足球就有救了吗 三点晚新闻稍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欢迎回到三点话新闻 我是凡素 我是春雨 在中国人人都知道习近平喜欢足球 喜欢踢球 你看他跟默克尔的时候也聊 跟威力王子这个见面的时候也在聊足球 处王好吸腰 就是你还是觉得这个事有点太快 或者有点怪 就是完全是从最高层 是不是最高层主导的 就是而且呢 如果真的是由最高层主导的这么一个改革的话 他落到民间的话 他会不会走样 或者说呢 在各个管理层面上 你就会让大家觉得 这是出于对某一种权利 或者说对某一种体制的这么一种敬畏 而不得不这么干 他可能会不会从另外一个层面 违背了体育 违背了足球的这个这个本质 那这带这是我们的一个疑问了 当然了 但是我觉得 有一个好处 就是大家现在赶紧去买足球建设相关产业的股票 肯定会涨 哎好那紧接着我们来听听这个刘建宏先生是怎么样谈论这次的足球改革方案的 您对于这样一种足球改革方案您自己的评价会是怎样 我觉得首先这个方案它会体现的比较全面 一定是在经过了一个广泛的调查之后得出的一个结论 50条应该说有很多都是很有针对性的 如果这个方案真的能够原封不动的这个被落实 那中国足球的这种面貌一定会发生天分地铺的变化 那现在有人说其实尽管改足球 但是足球仍然是在一个整个的国家的举国体制里面 就是说他可能不太能够说从他这一块实现完全的突破 就靠他来进行整个杠杆的撬动 其实关于举国体制 我觉得大家呢要有一个这个客观的认识 这举国体制它并不是一个包意思 它也不是一个贬义意思 它只是一个对一种这种形式的一种定性 在我看来其实足球也好或者是其他体育项目也好 它有举国体制它也有市场经济 它是不冲突的 你比如说其实就我们了解的欧美这些体育的发达国家来说 它的举国体制不体现在它的职业足球上 它的举国体制其实是体现在它的群众基础上 比如说国家会投入大量的资金 大量的人力物力去来修建体育场 体育设施去培训教练 然后呢去进行一些群众体育的这种普及 那这个就是举国体制 那我觉得这种举国体制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这确实是作为一个公民 作为一个老百姓 它应该享受的福祉 那么另外一点呢 就是比如说当这个体育发展到职业体育的那个层面上的时候呢 那再用举国体制进行这种管理 那显然是不恰当的 那么在那个层面上呢 很显然市场经济商品化才是它的主流 那我们看到这次改革 其实方案当中可能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它直指中国足协 就让中国足协脱离总局成为单一的社团组织 那这个改变的话 有的地方足协的人就很担心 说如果真的是这样 以后就是和赛区所在地方进行安保洽谈 可能都得不到照顾 就是您觉得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些 可能引起的引发的问题吗 一定会有很多这种细节的问题是需要解决的 这是一个配套的这种改革 看起来好像只是一个足球的这么一个项目的改变 但实际上是涉及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就像你刚才所说的这样 这一涉及到足球的这种部门 又涉及到公安部门 教育部门 我们的体育部门 再加上我们的财政部 我们的共青团 复联全国工会等等等等 其实涉及的面已经相当晚了 所以在这次的改革当中 才会有一个叫部级联席会议的这么一个说法 一个提法 我想这个部级联席会议 在我的理解当中就应该是能够从高层来协调 各个方面的关系 从而能够让这个改革能够自上而下的 得到一种推动和保证 但是自下而上的这种改变能不能很顺利 确实需要我们在实际当中 实践当中去观察 有人就说这次改革就感觉 这个改革人的观察点在于说 中国足协的体制是真正阻碍了中国足球改革的发展 但是呢 另外有一些观点就认为 其实觉得不是体制 而是因为我们的考核机制出现了问题 就是显得比较的短视和片面 就是您对于这两种看法 有没有自己的评价 我觉得这都不是很全面 把这个中国足球没有搞好 归结在这个中国足协身上 我觉得这太怎么说呢 这太不讲究了 这个太这个 就是让一个小小的芝麻的部门 要承担起这种天大的责任 我觉得这是不负责任的啊 这种判断 那么事实上在我看来 不光是中国足球 中国体育存在的问题 是我们对体育认识的这种偏差 进而导致了我们在过去的 应该说在过去的30年的时间里边 我们对体育是全面的淡化 甚至是漠视 我们只在乎的是这种 在国际赛场上的增金夺赢 我们对全民的这种体育 其实我们一直是缺乏足够的重视 和缺乏足够有效的手段的 如果这一次我们的这种足球的 这种改革是基于这样的 这种考虑开始的 那我觉得那应该说是 中国体育的巨大的一个变化 但是如果说这次改革的目的只是说去申办奥运会 只是说让中国足球成为世界强队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又陷入到了另外的一个误区当中 事实上关于这次足球改革的这个方案的解读 我认为到目前为止很多人都其实缺少了 对那四个字的准确的把握 就是在这个目标当中的第三条里边的第一句话是足球文化 也就是说什么是足球文化 这个我们要有一个准确的把握 而不是只看后面的申办世界杯 或者中国国家队成为世界强队 我觉得前面的这个足球文化 才是后面的这些工作的一个基础 如果没有这个足球的文化 我们也别谈什么申办世界杯 国家队成为世界强队就更会成为笑柄 我觉得关键的解读 其实是足球文化 但是足球文化 人家一提文化就觉得 这必须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一个时期 甚至觉得你是在刻在每个国人的这个基因里面 你要是有他才培养得起来 要是没有的话 你可能你再怎么用什么改革 用行政化的这个手段 你都你都有点像拔苗助长的这个意思 但光看他这样一份方案 您觉得在足球文化的培养和营造方面 它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我觉得比如说从现在的五千所 到未来的两万所 再到未来的五万所 做的学校 包括我们所做的很多的这种基层的这种普及工作 其实这都是在宣传推广足球文化 他的这个工作呢一定是漫长的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并没有给这个国家队重返世界强烈 国家队成为世界强队 中国女主重返世界强队行列 并没有给出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时间点来 所以我觉得从这点上来说 反而是说明了这个决策部门至少在这一点上 他没有这个脑子发热 不是说我 现其五万所足球特色的学校 我就马上就能够成为足球强国 这还是需要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 进行这种足够的 这种文化的这种积累 我们不能说我们没有足球文化 应该说中国的足球文化是相对比较薄弱 我们不是完成一个由无到有的过程 而是在完成一个有有 但是它是比较弱小 然后我们要足够足够 把它发生光大 让它能够强大起来 我们是完成这样的一个过程 你比如说我们就以北京国安的这个主场来说 每场比赛都有四万观众 恒大的主场每场比赛也都有差不多四万观众 你能说我们一点足球文化都没有吗 我们现在的球迷在场上所表现出的那种特点 或者那种进步 已经极大的缩小了和日韩球迷之间的这种差距 你能说我们一点进步没有 或者说一点文化的积累没有吗 我觉得这个虽然不能这么讲 我只是觉得我们的文化 比如某些地方我们可能做得比较好 但某些地方我们就很差 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文化的发育 它不健全 它不均衡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让它均衡起来 首先我们要从基础做起 我们现在要把这个青少年那个 现在给我们孩子一定的自由让他们能够去享受足球 然后我们才能去谈到我们的足球怎么样的进一步的提高 这种普及和提高 一定是先普及后提高 你刚才说跟日韩的这个球迷 就中国的球迷它有些还是有它进步的地方 但是还有它不好的地方 能不能具体说说进步的地方在哪 具体不好的地方又在哪 你比如说我们的球迷现在在场上 这个比如说北京国安足场的这个危机墙 就已经成为了亚洲足坛的一道风景 然后这些球迷们在场上 给自己的主队加油入围的时候 他们常常表现的这种气势排山倒海 就是像卡纳瓦罗里皮这种 从欧洲过来的足球迷他看了以后 他也会赶紧 所以我觉得这个呢 肯定我们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进步 当然这里边肯定也还有一些不足 比如说我们的球迷有的时候 还是略显在这个胜负这个问题上 我们有的时候还显得不够能达官 那么这儿呢 我其实可以把这个话说的稍微延展一点 就在昨天晚上在五哥松的这个体育馆 上演的这个CBA的总决赛第四场 北京首钢和辽宁队的这个比赛 最后双方的球迷在场外就大打出手 球员也表现得很不冷静 其实从这点上来说 中国体育也处在一个相对一致的这种发展阶段上 有大家很多事情还需要一点一点的去通过实践 慢慢的去成长 所以这个任何一个孩子 他任何一个成年人 他都有自己的童年 他都得一点一点的去长大 他不可能说我生下来就是一个很成熟的人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倒觉得大家看到这个方案的时候 一方面是觉得他兴奋 但另外一方面自己还提醒自己 一定要冷静 日子一定是一天一天都过的 这个饭也是一口一口吃的 这个一口肯定是吃不成一个胖子 好 这个靳虹老师说的也挺实在的 后面讲到一口吃不下一个胖子 就说到中国足球 现在如果你跟那些世界足球强国比 应该还是属于童年阶段 按他的意思就说 对 但是他说到一点 说这个足球文化 我就说的非常的对 比如说你去欧美的那些国家 美国除外 欧洲的那些足球强国 别说美国 美国他们就说从纽约回来 你看到大街小巷 隔夜挺多那些踢球的小孩的 对 是的 但是你去欧洲国家 他们那种足球文化 其实是非常强烈的 就像刚才我们说到一点 就是学校的这个足球场 那可能欧洲的国家 说实话真的没有中国学校足球场 这么普遍 很多学校是没有足球场的 然后但是他们一般都有这个健身房 学校会配健身房 我说大学 然后健身房里会有这种室内的足球场 虽然很小 但是对中小学来说 很多学校他们会 这个旁边可能会有公共绿地 然后他们会领着孩子去公共绿地上 可能去实践一下 怎么踢足球等等的 也有一些学校会到这种专业的运动场去 租借他们的专业运动场去踢足球 所以其实他们反而是 如果在中国来说是没有条件 创造条件也要踢足球 在中国其实你是有足球场的 只是大家没有把这个好好的利用起来 所以这种足球文化 可能是从孩子抓起的 而且他们那时候 孩子也是自选的 你可以选去踢足球 也可以不踢足球 所以你可以选很多别的东西 不是强制性 你就要踢足球 所以我觉得这种多样化上 我们也做的很不够 另外他刚才说到一点 说这个改革涉及到多个部委 然后你一听 本来是要把足球改成一个市场化的事 让市场 让这个民众的意愿 来决定足球的这种发展 但是这个多个部委的干预 甚至还有复联 还有这个等等的 我就会觉得 哇这个改革好像 好像是大动筋骨的 签动面确实也挺大 而且可能会有人 纳闷说凭什么 就这么多资源都要放在足球上 为什么足球唯独这么偏爱 你像在两会上 姚明不就说 我很妒忌啊 我们篮球什么时候 有这么高的待遇就好 你看这个可能有一些 方方面面想不到的问题 也就来了很多很多的细节 你要考虑到 好那今天既然我们聊到 这个足球改革的话题 当然少不了另外的 一些朋友的看法 就是球迷 那等会儿呢 也请到我们另一位好朋友 他呢是凤凰周刊的记者 叫马军 他呢从小就特别爱踢球 对于这个足球 有任何的动向 他也相当的关系 那等会儿呢 我们来听听他 再来讲讲 他是怎么样看待 这份改革方案的 三十块新闻 稍后见 U-Radio 好 欢迎回来三连话新闻 我是凡素 我是春雨 好 马上呢 我们就把马军接到先生来跟他聊聊 马军你好 凡素你好 我们看这个 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正式出台 方案呢 五十多条改革措施 看上去觉得中国足球一定会翻天 你看好吗 我是精神一震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政策 实际上咱们这么多年来 就是通过行政力量 干预服球运动呢 出过很多非常好笑荒诞的政策 我不知道二哥是不是 咱们可能出过一个投球得两分的政策 什么意思啊 得什么两分 就是因为以前中国队呢 是在亚洲是讲究就是身体比较矮小 然后地球比较灵活的 就像现在的日本 但是呢我们有一次比赛就是跟新西兰比 然后被对方的那种很强壮的身体打得很强吃亏 所以在那个之后呢 我们就要选拔这个中锋 选拔高的运动 所以为了鼓励 那个咱们的球队呢 就是用这种高举高的打法 所以一个投球算两分 这是在正式比赛里面吗 对我们在七十年 我们还八十年 我们曾经出现过好长时间 就鱼头就算两分 所以有的运动员单刀的情况 他会把球挑到头上 然后顶进去 本来是用脚顺脚就踢进去 他非得弄到头上再顶进去是吧 对就是我们发生过很多这样的 很无理头的政策 但是这次这个政策我觉得是记录的 不能说因为他的行政力量 他就不对 我这样的看好 那这次你觉得他看上去都很有 很有这个运筹帷幄的感觉 中期近期这个长远的 但是刚才刘建宏他就讲了一下 他的一个看法 说其实最根本的在于足球文化的营造上 这个呢怎么体现到改革方案里面 我也看了他50条 我感觉比较难 首先足球文化呢 刚才我听了这个刘老师的说法 我们的球迷文化实际上是很热情 中国的足球的中国人 在中国人的心目的 是绝对符合他世界第一运动 这样一个地位的 就是没有一个运动能够像足球那样 煎动亿万中国人的心 我们从小看青膀球 看羽毛球 看跳水自操举众夺冠 其实的那种性患感 远远没有中国队踢出一场好球 来的那种兴奋 所以这个在球迷的文化里面是够的 就是看球文化 看球文化 比如说我们现在也没有说 让孩子真正去踢球 因为我们有一种 这个是比较有趣的观点 就是我们总觉得 这个孩子没有别的出路了 算了 送他去体教吧 送他去体教吧 送他去踢球好了 所以呢 这个 而且我们之前几年的 球员的这种 对他吸毒也好啊 打架也好啊 然后这种 没法乱记的事情的 这个平安出现的 让我们很多的家长 不愿意送孩子去踢球 嗯 只是说 这些球员的形犯也好 就是踢球呢 就说念书是一个 相违背的两条路 就是你念书 你体育运动就不要想了 你就好好练学员 如果你去搞体育呢 你就不要走这个 就是上学这条路了 我们现在整个通超 16个队 每个队20个队 翻出的队 大概500个学员里面 真正是大学生 使用出来只有一个 哇 是谁啊 嗯 叫 陈明国好像是这样一个 是上海深圳队的 嗯 只有一个是真正大学踢出来的 剩下的全都是 职业队啊 运动员啊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他们可能 对于之后 在去进修 在怎么样 像 像刘翔和姚明 都是这样的 嗯嗯嗯 而且刘翔和姚明 有几个呢 对 能有几个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就是 整个的足球的运动员的产生方式 和大宗是脱节的 嗯 我们没有社区联赛 我们没有这个 三四 一五 这样的联赛的发展 是很不平衡的 其实在 普京无产 有一种说法 就是看一个国家的足球水平 要看他第二级联赛的发展 是比 哦 因为你说中超 这样最高级别的比赛呢 他可能花钱 拿钱就罚出来了 这个国家有钱就可以 包括 卡塔尔的联赛 以前就是 中东地区的联赛 都很 都非常的 长手 大家都很愿意 因为他可以 花钱买很多著名的 国际上的大盘球员来 自己求是 自己求民 但是你的第二级联赛 第三级联赛 可能水准就比较长 我们中国足球在 2001年的10月7号 冲出了亚洲 那时我们赢了 阿曼 我还记得进球 就是于庚远 前进的联赛 但是 我们就在10月7号前 10月6号 回来 中国足球的 简直连贯 就是我们第二级联赛 他出现了大量的 违规的事件 低价球 往自己出门离联 因为他发现 我答应对方要赢 结果我们不小心 进了一个 我就要 让对方进 往自己出门离联 这样的事情都有 不过被我们之前 大家都 进入世界杯 那种喜悦给冲淡了 而在 那个之后 中国足球进入了 相近10年的还账的期间 就是我们用大量的 行政手段 促进了我们 促使我们 进了一次世界杯 之后的10年 中国足球是 一直倒退的 可以说是倒退 不能说停滞的 可以说是倒退的 那我们现在 有了这个新的政策 不管是 校园足球抓起来也好 还是 要修多少个 社区球场也好 其实 不仅要把球迷 请到看台上 我们还要把球迷 请到球场上 就从这个 看球文化 变成踢球文化 对 愿意让自己的孩子 去踢球 就是让 踢球和 验书是一个 相辅相成的过程 不是说我踢球就放弃学验了 我学习就放弃踢球了 这样的话 才能让我们足处人口 足处人口多了 天才就出现 一个国家的 主要你出了一个 C罗 出了一个 美西 你这个国家的水平 会 非常完美 非常明显的 一个 这个是我认为的 基础文化 好嘞 谢谢 谢谢马军 谢谢马军的连线 马军再见 拜拜 拜拜 再见 拜拜 好 这个他 其实讲的跟春雨 刚开场的时候 讲的问题 也很像 跟那个 刘建宏讲的 也很像 对 就是非常实际的 你愿不愿意去干这个事 你可能 就有的时候吧 我们说 足球 你当然是出足于 自己内心 一种原始的 热爱 热爱是吧 可是你当想把它 职业化的时候 你可能考虑的 就不仅仅是热爱了 对 其实我见到过 这样的家长 就是我以前在重庆的时候 那时候 三星不是做广告 他请了英国的 几个足球俱乐部 在中国做了一个比赛 就是给青少年 做一个训练营 他选拔优秀的青少年 去英国学习足球 那时候我就见到 有很多家长 可以说是不远万里 来到重庆 然后就因为自己的孩子 他在足球这方面 第一他热爱 第二他有天赋 他就非常希望 因为他觉得 其实在国内的这个足校 他学肯定是不如在国外学 所以他就非常希望 孩子能有机会去国外学 其实对现在的 很多家长来说 他们不是不愿意 给孩子做这个投入 但是他们找不到 一种优质的足球的 教育资源 他们可能只能借助于 这种万里挑一的 可能挑上我的孩子 我就可以把他 送到国外去学了 但你在国内 你真的把这个足校建起来 好一方面我们说 就说这个素质教育的问题 我们不提 就说家长愿不愿意 送孩子来 我们不提 那你真正能把孩子教好吗 你的这种教育的水平 和国外 为什么有这么大差距呢 是不是我们从这个教育的理念 和体系上就应该去改变 就是一个所谓的足球哲学的问题 可能他们就说 你看有的打法 他是什么打技术 像南美这些 有的他就是拼身体技能 但中国呢 你看从他选教练的那个规律 拼外教 对他一会儿 你看荷兰拿了冠军 我就找一荷兰人 你巴西拿了 我找一巴西 拿拿拿拿了 我就找一谁 所以他整个的 好像自己没有一套风格 所以这可能 他就是一个所谓的基因和文化 哲学的问题 不是我们自己产生出来的 这当然学人也没问题 但是学吧 你就 你得想明白学 别今年学这个 明年学那个 最后学谁都不想 其实中国刚建国的时候 是送过中国的足球运动员 去欧洲学习的 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个转折 就是说中国的足球从胜转衰 是当时好像是要进世界杯吧 就差一点就能进了世界杯 自那之后 中国足球就由胜转衰 再加上之后文革的十年 中国足球运动是整个都停了 所以中间产生了一个断代 然后到后来 中国足球再来 从79年开始改革开放以后 足球也要跟体制化脱离 那时候开始了中超 甲A甲B的联赛 后来变成了中超和 中国足球甲级联赛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可以说市场化的冲击 又让中国足球走进了 什么吹黑哨 踢甲球 这么一种 大家用足球来赚钱 和这种用足球来 通过非法的途径赚钱的 这么一个路数 所以其实中国足球可以说 跟中国的政治发展 是有关系的 所以说尽管把它提高到 国家战略层面 但是你想 它每一步的发展 你就刚才马军讲的一样 它跟你社会大环境 是脱不开 对 就可能你整个大环境 比如说你大环境 你搞腐败 你很黑 哪哪哪 你都 你是不是这个中超里面 你得也好好的在反反腐 党委要管好 对啊 你那个教育的 你到底是用一套 什么样的思想 去教育孩子 你看是不是像 刚才讲到的 河南那学校 上面给一文件 我下面立刻就编教材 然后就按部 就一初级中级高级 就这么一个 看上去非常死板的 这么一个教育方法 这些都是很细节的问题 但是细节问题 就反映你整个的 这个意识是怎么样 对 好 那不然我们再休息休息吧 等会儿呢 还有一位老朋友 赵先生 他呢也是 出了名里面 在出了名 在咱们听众里面 是一位非常非常 资深的球迷 那等会儿 从他的角度 也来听听看 他是怎么来 考虑这个问题的 三D化新闻 我们稍后再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好 欢迎回来三天话新闻 我是凡素 我是陈宇 下面呢我们跟好久没见的赵先生来聊聊 赵先生好 你好 好 这个是你最擅长的话题了 来说说对这份改革的看法 因为是这样 09年的时候 中国足球是最惨的那一年 昨天那年08号约会咱拿了第一 只有咱这国豪足球 只有连小组出现都没有 最可怕的是呢 那时候呢 就是咱们中超都裸奔了 也没人赞助了 球差也没人看了 在那种情况下呢 出现了开始反腐 反腐的时候呢 我们这些乔民 乔国各地乔民就联名 给罗延东写了封信 给谁写了封信 给罗延东写了封信 国务委员 给刘延东写了封信 国务委员是吧 对啊 他因为管这个问题 当时我们就提出来 独球得要那个搞产业 是吧 完了要整直假球可以上 是吧 当然了我们写完了也没人理我们 但是呢 没想到呢 这时隔就这么几年 不但国务院管独球了 这次好像是中央什么改革 什么领导小组 国家战略 这些呢 我不知道你前面请了一些什么嘉宾 请了刘建宏 刘建宏和那个马军也是一个记者 但是非常喜欢足球 但是呢 我就说呀 反正起码那天我看央视里 在参考这件事的时候 就请了一些运动员专家 所谓他们圈里的人 就是给人感觉呢 就是说在说这件事的时候呢 但是有这种感觉 好像领导人喜欢了 所以这回中国足球就希望了 就有一种拍马屁的嫌疑 实际上呢 国家什么战略 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 到了今天这时候 经济是一种转型 现在都知道中国市场内需不足 所以呢 能把足球作为一种游戏 列出来 是吧 这就相当于一个游戏 所以呢 把相当于一种产业 咱们来再搞 是吧 这呢 你就能理解了 但是我能更多的强调 什么强国梦什么的 我说中国梦 那我就反问了 美国人他们踢足球吗 美国足球也不咋地 结果那你说人家 是不是强国梦 是吧 只不过说呢 在我们中国足球 这种产业比较大 老百姓喜欢的人比较多 所以呢 我们适合玩这个足球 所以我把足球 搭成一种体育平台 在这个平台下 我们可以弄很多消费 是吧 另外呢 我们玩校园足球是什么目的 真不像拍马屁的说 我们有什么 说中国可能存着有七千个梅西 是吧 真不是 中国为搞 青少年校园足球 就是为了让孩子身心健康 有球踢 有一种快乐 别天天在这玩游戏 是吧 让孩子是为了强生体货 是为了一种锻炼身体 要从这个角度上讲 我坚信所有的家长 都很高兴让孩子去踢球 这也不愿意让他玩游戏 尤其是男孩子 对吧 就挺简单的一个道理 所以你说 小校园独游是为了 发掘我们的人才 发什么人才 其实说难听点话 校园独游的目的 还有一个 就翻动点球 名也行 大了以后 对吧 能看球去了 顶多是凑点球名数 这也算是一个贡献 对了 中国这个市场有多大吗 就说太可怕了 昨天晚上 北京 就说北京 碰到金足球 一边是压冠 一边是CBA联赛 我在外地 北京那些 车全给堵了 东西边两边 一边是小两万 五颗松 一边是小五万人 前两天广东也是这边 广东和北京 CBA半决赛 在东莞那大管打 那边是压冠宏大 这球迷的高兴的人 这场面 去年 北京和济南 机场中超 两千人去客场 把那高铁 那两千票 彻底给包了 所以 我就说什么 如果这个市场 做起来了以后 咱们这市场 做起来以后 包括媒体 新闻 互联网 什么旅游 包括门口 那个 卖摊的那些 包括搞清洁工的 大家都在跟这游戏 等钱从小到大 是吧 你说 这火不火 而且呢 为什么足球在中国能火 它很大原因 还有一个 现在球场上 我从来不去 是吧 足球场 为什么 都是80后 90后 是吧 你都不好意思 我都 为什么 对 我就给你解释这个 为什么 因为 就举北京 举这吧 在北京 很多北漂 年轻人 生活压力太大了 是吧 他们需要有一个场合 去大家聚聚 而且年轻人都有一个毛病 都愿意啊 生活好了以后啊 有机会 大家聚在一块 闹闹喊喊喊 只有足球场 可以提供这个条件 因为中国是不允许游行的 是吧 所以年轻人 聚重 所以年轻人 80后 90后 聚在足球场上 什么 房奴 房贷 什么那些 家子生活压力 什么女朋友 什么都 都见鬼去了 是吧 他们那种对那个国安 那种慌呼啊 就跟当年我们小时候 见到毛主席那样 一个感觉 是吧 只不过 虽然性质不同 但是这种心情一样 是吧 是吧 所以有 全场子一看 都是绿红卫兵 是吧 大家都 这个联想 真是够赵先生特色 不过我说的是实话 你要到国安 主场看 就是这种感觉 是吧 所以 不光是北京 据我所知 全国各地 所有的地方 就是那球场上 基本都八六号 九零号 是吧 你想想让他们 关心足球 对社会稳定 多好发现出来 都比关心物价强 是吧 主要是看那个战略 现在他出来那方案了 不是好多条吗 几十条 就觉得吧 你看中国 他确实是看球的人多 咱有那个看球文化 但是刚才前面嘉宾也讲的 说能不能把这看球文化 变成踢球文化 对 把它变成踢球文化 就说 你火还不行 还得好 就是如果说 推弄一个 对啊 目标有用 但是我就 踢球文化 我在北京太知道 现在白领踢球的人 特别多 是吧 就已经形成了 是吧 只不过就说 球场有人要收费 这个地方 有人少 而且人家 校园足球 不就是 说咱听点话 不就是踢球的文化吗 你一代一代来啊 经过这几代的熏涛 到他那代 还得了 是吧 只不呢 我比较担心什么 就是咱们这次这个 这改革这个 这东西比较模糊 是吧 政体 它能不能分价 是吧 就说 足协 我原来开个玩笑 老实话说 中国人不能给他民主 后来我就开玩笑 我没要那个民主 我就让我们球迷 能选个足协主席 就行 我这是话什么意思 就说 能不能真正做到 这个足协主席 是真为老百姓服务 是吧 为球迷服务 另外呢 中国有一个特别大的 有趣的现象 就国有企业 砸钱 玩足球 这事 是吧 我今天呢 尽量说点 就是报纸不登的东西 给大家 是吧 就让 就有些扣货的事 给大家说了 以前我特别烦 这国有企业 拿钱 砸足球 是吧 现在我就不认为了 因为我 我觉得什么 确实这是我们 中国做特色 你想 国外哪那么多 国有企业 不就我们 中国有吧 是吧 所以 所以我们一个晚上 我用了十年的时间 把我们房地产搞起来了 把我们的中国移动 这都搞起来了 所以我就说 国有铁拿钱 出来 拿点钱 让大家乐呵和乐呵 让无数人去挣钱 也无所谓 反正那钱 也是国有的 是吧 另外呢 我这种个人观点 我觉得有那个钱呢 干这事 也比造航母强 是吧 能使那个 行 这种个人观点 关键是 关键问题在哪吧 就是说 国家也重视了 然后国有企业 他也继续投钱了 就是两方面 都这么投入力气之后呢 他真的能不能把 那个球水平 踢球的水平 给他弄上去 哎 你这个 这个我就觉得 就是啊 就咱就说点实话 这是 你问这一个 不是球迷的问题 对对 我确实不是球迷 我是去球马 对啊 因为为什么 这我妈也就 就我爸她也问 你想想 我们花砸了那么多 去钱去吧 一个假币的运动员 都能将来挣钱 都比你们都多多的 是吧 那得无数人去踢球去 另外呢 最主要的是什么 那么多优秀的运动员 全世界那么多队员 都到中国来踢球来了 跟着你一块踢 你说你的足球水平 能为提高吗 为什么这回 亚洲杯中国队 还踢的不错 就是这些这几年 扫度假打黑了以后 中国运动员是 真刀真枪了 所以有了提高 而且最主要是 心理素质有了提高 是吧 所以 所以你说的 这不是问题 如果这么趴了 实实的搞下去 中国足球 肯定有好 就是说根本就不用 弄什么国家战略 但是冲冲亚洲 不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要把我们的联赛 弄成好 市场盘子大 当世界优秀运动员 到我们这踢球 那你想想我们观众多牛啊 我们才是真 这才是真正的 卫国真光 还有一个 我给你举个特简单的例子 9495 是不是中国足球 你知道那时候也特火 94年95年 刚搞的时候 唯一 能听见 对 后来为什么就不火了 就是94年95年 那时候火了一阵 就是因为什么 就举个例子吧 我 作为我球迷 总觉得这球队 就是我的自己的孩子 是吧 我的孩子叫什么 叫国安 你的孩子叫什么 叫全星 咱们去看什么去了 看这俩孩子踢球去了 谁不希望咱自己的孩子赢 是吧 我为了让我孩子赢 是否我的引擎外援 让我孩子变成羊肘 踢得更狠 是吧 所以俩人踢得更狠 我们的球队赢了 叫牛逼 你们球队赢了 就是熊喜 是吧 现在 后来为什么就说 大家不玩了呢 就是因为什么 假球黑哨 没人管 不真踢了 是吧 而且足协呢 出了什么 12分钟跑 限制外援上场时间 等等等等 是吧 那比赛不精彩了 又都是假球 你说观众谁还看 家长谁还敢 让孩子踢球 是吧 那时候就片面的 什么冲突压 都得这事特无良 是吧 而且呢 所以你听完我这么说完了以后 你觉得中国足球上去是不是挺容易的 对呀 我是觉得好像没什么必要弄这个国家战略 连你也起后看一场球了 那就说明中国这个足球的视场就更大 好嘞 行 这个时间也差不多 就先说到这 赵先生 谢谢你 好嘞 拜拜 再见 你能总结总结赵先生的中心意思吗 我觉得赵先生中心意思就是说 其实中国足球只要把球员的待遇提上去了 足球慢慢就会好的 现在待遇已经很高了呀 对 但是还不够高 它是一个一盘大生意嘛 不说 对对 但所以说现在为什么要改革足球 就是中国的经济要发展内需 所以足球产业呢 是一个很大的经济产业 我们要把它改革了之后 提升内需 发展经济 我觉得这是它的 哪跟哪 我觉得吧 就我综合它过去的一个一个主要论点 它是觉得你按规矩来 你就你就可以 这是后半段的论述 就是你前面你说有钱 那后半段的你得你得有规矩 那你把人给信过 老百姓也爱看 那看的也乐呵 那踢的人也乐乐呵呵的 那不是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快乐的这个事业 那自然投入人更多了吗 那你再发挥联想 投入的人参加的人多了 那自然天才 他可能也就容易涌现 对 再加上提高物质奖励 那天才就更愿意出来了 好嘞 那就是今天的三天话新闻了 谢谢大家收听 我是凡素 我是春雨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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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